中国的军事实力 中国的世界霸主为何总是在南海倡议自由航行,美国就是想让你知道,无论中国进步有多快,你也要知道我的地位,咱们中国无所畏惧,一直是在慢慢的发展当中,近些年来,中国在海军上的成就越来越大,这几年下水总吨位战舰已经超越了美国,毕竟咱们中国在海军战舰上突破了一系列的难关, 让中国拥有了国产航母,以及055型万吨大区,在空军领域上,咱们中国官方证实了5代机歼20,已经列装了部队,歼20列装了部队,这无疑对我们来说,我国的空军力量,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。 自从我国的歼20正式列装部队之后,我国的歼20服役情况,一直备受关注,前一段时间,我国的歼20开展海上训练,这说明我国的歼20,已经在陆地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, 我国这些新兴武器装备的列装和我国科研人员离不开关系,近日,有消息报道称,我国的歼20在正式列装之前,我国的歼20受到不少的意外事件,其中有一件是很严重的问题,那就是歼20首次试射导弹,没有命中目标的情况,这无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消息。 据了解,在歼20首次试射导弹之前,我国的科研人员准备,了几个月的时间,就是为了这一天歼20能够打把成功,当歼20发射出导弹的那一刻,科研人员眼睛都聚焦于导弹,很遗憾,没有成功命中把机,导弹与把机擦肩而过,当时我国的科研人员都非常的沮丧, 但是我国的科研人员不弃伟,立即带领团队处理数据,分析问题,和相关单位一起,仅用两个多小时就基本定位了故障原因,然后再进行重新装弹,重新发射,直接命中了目标,在以后的把势中更是达到了但无需发的成就。 自我国的歼20问世之后,很多国家都在关注咱们中国的歼20,基本上都是看咱们歼的笑话的,西方国家都说歼20算不上真正的隐形战机,有的说歼20发动机不给力,隐形技术不达标啊,也有的说到导弹,这次恐怕大失所忘了吧,毕竟我国两个小时,就排除了这个难关,只能说明我国的技术已经是非常先进了, 你们再说歼20不行,你们倒是研制出来古代机啊,我国的歼20还专门配备了为其量身定做的PL-15和PL-21空空导弹,我国歼20的导弹发射不用离你们距离很近,就能成功命中目标,你们再也不嘲笑中国歼20不行了吧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